因夏日做什么运动既可消暑又有趣呢? 答案是溜冰了 在冰宫里面不但可以吹着舒适的冷气 还能享受滑冰的速度和乐趣 放暑假了小朋友可以有什么样的休闲活动 一起去看看 像舞者一样优雅地划过冰面 利多的回旋动作像跳芭蕾舞 还是这种嬉皮式的新流行滑冰动作 不同于其他的运动 滑冰可以帅气也可以很优氧 许多小朋友看了就想尝试 看到好玩就学了 就感觉很棒了 看别人溜很好玩就想自己来学 有时候跌倒 然后有时候溜来又溜去 然后溜来又去又交到很多新朋友 所以我觉得很好玩 它是一个结合舞蹈体操 甚至是芭蕾的一些动作 但是它比这些运动更加更多了一项 就是速度 滑冰场外围的小朋友看到场内滑冰的人满是羡慕 我想要进去溜很多很多的方式 这样不就好玩 在外面就只能一直溜 轮子我不想要一直溜 轮子我想要溜别的 要想在滑溜溜的冰上滑冰 看看这位新同学 冰上走路的姿势就知道很不容易 尤其对初学者来说是一大考验 抬脚之后才能够去溜 所以他一定要先学会如何在冰上抬脚 之后才才能够掌握如何往前溜 那如何往前溜 他的脚一定要站外八自行 外八自行站好之后 一步一步再学习往前走 刚进来的时候不知道重心放 可是刚刚教练有教我们 重心放好的时候就会有比较好 一开始就有时候一天摔好几次 就后来不想溜 但是下一次来的时候又更想 体验冰上速度 水好基本技巧 您也可以轻松享受滑冰的乐趣 新唐烈的野地电视 舍志成林秋祥 咱们新竹采访报告